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前一阵子有一个大小厨嘛 所有人都被我逼着要来打扫 然后阿伯就被我逼着要来处理一下我们的录音室 对对对 那天我们就终于知道这个打扫魔人是谁 打扫魔人就是阿伯啊 哎 心血真的很可怕 超爱干净 可是有人指挥我 叫我做这个叫我做那个 我真的必须要说阿伯一看就知道是曾经有管理过新房子或者是老房子的人 为什么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办公室的空间都是阿伯在处理啦 因为我都是只有动脑跟动一张嘴而已 所以这样看起来谁比较像管理者呢 我想应该是今天的来宾吧 对对对 好啦 其实讲到刚刚讲到房子 为什么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个 在台北的NPO组织里面 应该算是非常非常有名 哦 赫赫有名 跟居住有关的一个问题哦 为了这个访问 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大概是把阿伯以前租屋的故事都挖出来了 哎 对没有错 今天的特别来宾是 崔妈妈基金会的社区发展组长 瑋瑜 瑋瑜 欢迎瑋瑜 大家好 我是那个崔妈妈基金会的张瑋瑜 瑋瑜哦 就是瑋瑜哦 我们其实叫他的名字 对 我的本名就是瑋瑜 今天还蛮开心的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在协力联盟 第一次我跟我们的社工 参与会议的时候 其实就跟崔妈妈基金会有过 就那个时候是基金会这边有一个分享嘛 然后就分享了很多居住相关的议题 那那个时候我们印象是蛮深刻的 因为为什么居住这件事情是非营利组织在做 对啊 所以就对这一次的访谈其实蛮期待的 那我们在爬出资料的时候也有蛮多困惑的 对对对 首先的困惑是阿伯先提的 所以我要他讲 好 请说请说 哎呦 不敢不敢不敢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分量的一个NPO 而且为我们台湾社会啊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当我跟木炭知道说 这次有荣幸要邀请你们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两个也很紧张 他恐吓我耶 对 为什么 他说哎这个你不要想看这个基金会哦 你那个资料要稍微study一下 但跟以前不一样啊 对对 我们比较有一点点年份这样 你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其实我觉得不是年份 而是真的是做了很多的事 对对对 对那我们自己在爬书资料的时候呢 那我们当然就很好奇 看了一下你们的章程 对我们看一下章程 哇你们真的也太认真的 我们觉得哇好有趣好有趣 因为我们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啊原来你们是文化举例案的 我们昨天其实看到这一题之后 我们就不吃一笑这样子 这些事情可能跟你们想象了有点差距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想说崔妈妈在大家的印象中都是在做有关居住正义方面的事情 对对等一下 其实崔妈妈这个名字也很难跟居住有一个联想啦 所以我想说还是请瑋瑜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跟崔妈妈一直以来做的事情 好哦好哎其实我刚刚讲我们其实有一点年份因为我们其实到今年应该算32吧 我们就是1989年如果我想阿伯应该有印象吧 有有有有有有 你也是蛮会的耶好棒哦 1989年亏老板 1989年的时候呢就有无可挂扭运动 其实那个情势跟刚好跟今年最近这个时间有点像 就是因为很多热钱然后股市大行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有一波房地产起来 跟我们现在的处境也很像 房地产起来 那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主要是有一群市民组织啦 就是希望说那时候诉求说可能房价太高了不合理 那除了这个诉求之外也发现说那个在那个年代其实资讯更不像你们 就像我们现在其实你们可以用资讯来服务市长者 可是在1989年的时候他的可能资讯的能力比较没有那么好 就是可能技术没那么好 那以前呢就是一些出租的资讯他就是贴在墙上 那有些人就会把它收集起来然后转而买钱 所以你光是租房子这件事情都很辛苦 你可能要用买的 所以是那个传单贴着 然后他会把它撕起来收集起来 对然后比如说你可能 就是你要你要找这个租屋之间 比如说你想要找康尼路这附近的房子 你可能要去打电话 然后跟那个跟那个公司说 哎我可能想要看哪个资讯 就资讯变成被垄断 也是一种勤劳啦 对很像我们现在做的 只是我们不会把它撕走 那后来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执行长 其实也就是那时候第一代的志工 就是说一开始就是一群市民 一群志工 就是想说好 那即便我买不起 那我也希望我租得到 所以我们就开始架设那种很阳春的网站 然后就让民众可以打电话进来说 而且是一开始是免费的 就是说你可以去透过电话来搜寻说 我可能要看哪里的房子 那我们就报电话给他 让他可以跟房东联络 那这样其实房客不会被收钱 房东也不会被收钱 对那从这样的过程里面开始 我们就开始推 就是走进了租屋服务 而且是比较跟 就是之前一开始是在街头 那慢慢其实他必须 我们就发现说 这其实是跟生活有关的 变成一个比较能够持续的一个服务 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其实就跟居住这个议题是有关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不能小看资讯这件事情 虽然说我们学会也是在做资讯相关服务 可是从我那个年代 其实从我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就知道 其实资讯这件事情它是有价的 对 很多很多的行业 它都会以掌握资讯 作为他们一些获利的一些来由 所以而且资讯的不对等 其实也经常造成这个社会的很多不公平 对对我所以我才觉得像刚刚这个韦夷所讲的 就是当年崔妈妈投入的时候 第一个做的就是想尽办法将这个资讯的平等方面 做一个努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 昨天有提到一个关于就是说我们的模式 比如说我们到现在才2012年来的时候 反正我老板有写小超给我 不过我还是忘了 反正就在近几年 所以我们还是有成立的一个 你们也有问到的一个蝸牛 就是社会企业 对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 其实我们一直是一个比较不是 不是那么传统的社会福利单位 对像我们一直都是跟市场比较有连结性 包含一开始我们做租屋服务 那后来因为其实在通过了所谓的租赁专法 租赁条例 然后它有规定说 之后租房子跟卖房子一样 都要由专业证照的人来处理 所以就不是基金会可以处理的 所以我们就另外成立的公司 拉出一组人去营运这个公司 就有一点因为服务的关系 逼不得已 它必须要用这种模式 才能继续进行服务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一直会跟市场 彼此有一个互动这样子 那包含我们还有一个 搬家评鉴的服务 其实那也是很务实 就是大家找到房子 下一步就是搬家 那在很久以前那个年代 就是所谓的搬家流氓啊 就会敲竹杠 你可能没听过 那个年代就是比较 整个搬家市场比较混乱 那有很多其实是所谓的什么 可能就没有 他没有讲究专业的形象 那他可能搬到一半 然后就会把东西放在你的巷口 就说你如果不帮 不加个几千块给我 就不帮你搬了 而且我知道你家在哪 这样子 其实那个风险很高 我自己本身就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其实以前搬家 找搬家公司也是一样嘛 就看那个报纸的 以前报纸就是看小广告嘛 对对对 还是看什么电线杆啊 有没有贴的啊 那贴了之后就打电话 那当然都是价格都很低 那你就会 我们人就是这样嘛 我觉得我一定挑那个最便宜的 然后你只要看他来 那个搬家真是很可怕 我自己就有过不止一次经验 所以我都会觉得说 哇这种资讯 你根本不知道找谁 除非说刚好你的朋友有认识 他就有经验说 某某某某很好 像现在的搬家 简直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 现在你看现在搬家公司 他又篮子又棉被 你知道他那棉被是干什么 他是包着你的家具 对防撞 防护 以前哪有 以前都根本就乱搬 对啊 然后真的就像鲑鱼讲的 他就是会就地在喊家 那已经搬到一半了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 你能说好 你走 我再找一家来吗 不可能 所以以前的经验真的是很差 真的是很差 我有点好奇 你们有被威胁吗 没有 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会 我刚刚讲的就是 太多消费者 他在找到房子下一步 他想要找搬家 那的确他也不知道怎么找到 所谓比较放心的搬家公司 那刚好那个时候 其实业者本身也有所谓的良币 就是他也想要好好做 比如说他可能家传就是搬家公司 他也不想要让那些不好的业者 坏了这一个行业的形象 所以他就很也蛮聪明的 就是他就来找上春妈妈 就想说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 做一点什么事情 然后让这些好的业者 有心要做好的业者 可以被消费者知道 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就是让那个资讯是流通 有点像友善店家这样 你们有一个认证 这也是我在自在 爬资料 因为我刚刚有说过 其实我在台北没有搬家的经验 可是我在上PET 因为很多资讯我们都在上PET找 我发现年轻人 尤其是像我这个年纪啊 我现在买很多东西 或者是我买 购买很多服务 我都必须要上网找 因为你很怕踩到雷嘛 就是好像你吃东西 你会去看评价一样 很多人其实会用 你们就崔妈妈这边的 你们推荐的搬家公司 对 会参考你们的推荐 而且你们推荐的搬家公司 也不止台北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就是 唯一跨得出 那个作学系的 就是我们的搬家评价服务 所以其他的服务都没有办法 因为应该说我们还是 整个脉络在讲一下 就是租屋 我们租屋其实就是 一开始做的服务 就是跟居住有关 然后之后就是 发现搬家市场的这个乱象 已经有消费者这个需求 我们也就去扩充了 搬家评价 我们是用评价 的确就像你说的 像有限点价 那我们的整个评价的方式 其实是透过 比如说消费者 木炭你今天选了 崔妈妈的业者 那你在这个搬运的过程里面 比如说签约是基本的 然后可能就签约估价 这些都是要先想好的 那他如果有一些加价的状况 你可以透过搬运后 每一份问卷 就你可以填一份问卷 然后寄回来给崔妈妈 崔妈妈就透过这一些 每一个每一份 即时更新的问卷 来了解一家业者的服务状况 所以我们不是说 我今天平和你 你都符合标准 我搬一个证书给你 之后一年都不管你 没有我们随时都在 随时吗 随时透过每一趟的交易 我们都在监控这一些 业者的品质这样子 那的确就是 很多新的 就是我们也不讳言 后来就是租的平台 其实五九一起来之后 崔妈妈妈就爬下去了 因为其实那是一个 就资讯很重要 资讯也很烧钱 对啊我们毕竟还是一个NGO 所以比起那个资讯 更新的能力还是没那么快 可是我觉得我们也乐见啦 就至少我们让资讯 变成是一个流通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搬家这个部分的话 的确在像如果木炭这个年纪的话 比较是跟我们有服务接触的 就会是透过搬家这样子 其实刚刚瑋瑜讲的一件事非常的好 其实NPO并不是forever都要存在的 NPO本来就是在解决社会的问题 那如果说这个社会问题 已经透过你的努力 慢慢慢慢有其他人 一起来共襄盛举的时候 其实就不一定要 非要拿一个NPO来去做 对啊对 那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啦 刚刚听到瑋瑜讲到这么多 不管是租屋啊或是搬家 那怎么会跟你们原来的章程 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 紧咬不上 其实这一段应该 我不晓得 反正没关系 因为我们其实说透了 就是因为太穷 对其实我们认名为财团法人 然后吹妈基金会 可是其实我们跟那个大家 这个也其实一定要跟一般民众多沟通 财团法人不是都是财团成立的这种 对我们是真正的民间组织 然后是真的很穷的民间组织 那成立一个基金会 其实好像在台北市 全国要三千万的基金 对对 然后在台北市要一千万 对 不过我们只筹了出五百万 所以我们只好挂进台北市 最便宜的文化局 哦 我懂了我懂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懂我懂 所以文化局一直很想 其实他如果听到应该会觉得 他也知道我们啦 只是他一直会希望说你们要不要走 其实生活也是一种文化嘛 对不对 然后或者说我们其实 你在访告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做一些社区工作 是 对啊社区营造本身也是文化局的 当然 业务范围 所以我们就一直就巴着这一点 就说不要 不要 哦 还有爱到我这个问题先 感觉上有点危险 你为什么要乱问 不会不会不会 没有我只是好奇 好险我有先打出来 他们有先讨论过 对对对 没有这个也是社会局常会 我们都知道啦 那我们其实也蛮不会 不会说觉得不能够分享这一点 这其实就是一个NGO的实况 这是事实 对 其实很多人在说 你们都很有钱 或者说你们是怎么基金会 不基金会 不是都很有钱耶 没有其实要看他背后的大老板是谁 我们是背后是没有大老板 对 其实这个我也必须要讲 是真的我们有心要做事的人啊 真的会用很多 详尽各种方法 但外人可能会是觉得说 就像如果今天是文化局 他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要挂在我们这边 可是我自己在这边工作 我真的会觉得我们 我们通常都是发现问题 然后想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会不会违法 但是有时候用的手段还蛮有趣的 会觉得 因为我们其实也是有跟文化局申请案子 对 但我们申请的案子 其实从文化局 文化局他们就是想要推 例如说一些评选啊 就是他们可能就说 你可能办一些东西 会给弱势伸脏组群这样 但我们办的活动 又不是这么文化局的活动 我们就带事上的出门走走这样 那他们通常文化局 就是赞助一些什么舞台活动啊 表演啊 装置艺术啊等等的 我们不是我们就是 因为要带事上的出去走走 所以我们就 每个双月份 我们都会固定安排一个地方 不管是室内场馆 或者是我们去爬山 或者去走大沟席这样子 可是我们的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早早早前 这个还蛮适合可以申请 对啊 对啊 虽然不如消布啦 但是就觉得 外人可能就会觉得 其实包含阿伯进来的时候也说 我们为什么这个文化局申请 不是跟社会局申请 只要有钱都可以 对我们就是缺钱 我们就是穷 也不一定啦 因为我觉得反正就是跟政府 一起携手合作嘛 是 对啊 因为我这 其实我觉得春花妈所做的 都符合 谢谢 符合 谢谢阿伯 那刚刚其实从 瑋瑜在分享 我们就发现其实 春花的服务真的很多 就是从 还是刚刚提到社区营造嘛 那其实我们在看网站的时候 你会发现 虽然全部都是跟居住有关 嗯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 我们之前访问 像立新啊 人机院啊 就是你 从一个家庭的角度 为出发的时候 你要服务的族群 可能有 年长者 然后有长照 然后有妇女 有儿童 有什么等等的 之类的议题 那在这些 你们服务的 所有的项目里面 最 最需要人力 或最花费资源的服务 会是哪一项 嗯 我们其实 基金会本身目前大概 编制大概十几个人 我们其实也小小的 嗯 对啊 你说最耗费人力 大概就是两块吧 就其实就是 我们这个 社会发展处之下的两块 就是 呃 一个就是那个 法律服务 嗯 我们刚刚讲了 虽然五九一起来了 然后就是各种租屋平台 你即便在脸书 或是PTT上面 都有一些租屋社团 可是 还有延伸的 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存在 就是 这些资讯本身 大家对于资讯的正确度 嗯 可能没什么概念 嗯 然后对于签约 入住 嗯 然后彼此之间 房东房客的权利 义务关系 也没什么概念 也不在意 这样子 所以会衍生 通常在 整个租屋的过程里面 会衍生一大堆的纠纷 嗯 那这个时候可能 你一个纠纷 可能也 没 就是 可能一个月也就几千块 甚至几万块的租金 那你因此说 你要去找一个律师来问问题 嗯 可能有点困难 嗯 那所以其实 崔妈妈在租屋服务 推出来之后没多久 也是透过我们有一群 法律义工 就也是当时候 可能刚毕业的年轻律师 嗯 因为租屋其实是整个 法律里面算是小案件 因为它的标的其实不高 对 那所以其实 大部分也不 大部分专业的人 比较没有那么琢磨 那时候我们其实就是 我们的志工律师就觉得说 可能我们可以透过 义务服务的方式 就让民众有问题 发生问题 他就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上网登记 那我们透过专业的律师 一通一通电话回拨 那帮他解决他的问题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我们 呃 特别是这几年 随着租赁条例通过 那新的法规 其实对于很多 房东房客来讲 还是无感 嗯 他继续签他的老合约 继续做他的一些 不合理的要求 或者访客一样就是遇到问题 或者就不签 签约也没在看文字的 直接翻到后面签名字 嗯 然后自己把那个祖宗八代 爸爸妈妈什么都签哦 我们尤其看来学生 爸爸妈妈身份身之后都签 因为房东叫他签 老头中签 那房东叫什么 张太太 就这样子 对 就是那个不对等 就刚刚秘赛提到不对等 就是他自己也没概念 那不对等 其实会衍生一大堆的问题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 也一个部分是 呃做 发生问题之后 我们做一些诸诺纠纷的解决协助 那另外就是 也做很多的教育推广 比如说我们会去学校 各个大专院校 跟学生们哭口婆心的说 签约要看合约 对 不要出了问题之后 再告诉我 再问我怎么办 这样子 就是两方一起努力啦 对 那另外还一块当然就是 呃我们会认识的一个缘由 就是万华协力联盟 因为其实 租房子这件事情会随着 房价越来越高 大家越来越难买房子 所以租房子的需求会很高 是 那我们其实都可以感受得到 其实在台北市生活真的不容易 那特别有一群弱势的人 特别是 比如说像老人家 他不只是 他可能有钱都很难租到房子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因为 都是在那个租服务的过程里面 发展了法律服务 那也发现说 老人家既然还要把头发染黑 或者说乔装年轻一点 他不会被房东一口拒绝 对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发现说 而且这个服务可能不是你递资料给他 他自己就可以去面对房东的 他肯定可能要帮他 就是可能帮他先跟房东沟通 消融一下房东的疑虑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后来我们就开始做居住辅助 那也是有透过社工来做这个服务 这样子 所以你们单位是有社工的 我们是有社工 我们有三个社工 OK 所以跟他们去看房子吗 对 其实我们的社工其实还蛮尴尬的 就是跟你一般理解的那种社工 可能就税工可能就连接资源 那我们也连接资源 可是我们连接资源 其实就是民间的房子 因为我们吹发基金会毕竟就是穷 也没有自己有一栋房子 可以随时让大家可以入住 那我们的屋远其实就是 我们也需要从民间 那我们以前在 其实之前就是在 我们还有自己一个强大的租屋网站 就是房东房客还很多的时候 其实大概我们可以透过搜寻自己的网站 就可以帮就是弱势者找到房子 可是这几年其实我们就会更务实一点 除了透过591 可是591房子其实都玩贵的 那好的物件都是秒杀 所以我们其实常在万华的 我们社工很认真 常在万华的街头晃来晃去 就是在看红单子 我有点好奇 那万华这边 会有很多房东 他们不知道要上网登录吗 会啊会啊 因为其实应该说 万华 这其实会牵涉到另外一个 就是你有提到 我们为什么会进入万华协力联盟 因为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还是发现 万华的确还是收容了 多数的弱势族群的居住 这是也是你们看数据的时候发现的吗 对因为其实从我们的服务对象 然后包含你真的可以去找到 他合适可以住的 可能万华的物件量还是多一点 虽然可能本来按住 不一定住在万华 对可是多数还是你会发现说物件是在这里 因为这里还是相对 不是万华就大同啦 对我们就是或中正 这三个区域其实是一个蛮 还是比较友善一点 对于弱势族群的居住 还是相对友善 对然后因为你 你这边的老房东也比较多 老房子跟老房东多 所以你说老房东可能他不习惯什么登网站 是对他也不会打勾勾 他还是用很传统的方式 对对对对他可能还是贴 或者是可能我们有些是我们社工 其实有时候他不只是去看红单子 他可能也会去跟一些甘马店 聊一聊 因为他就甘马店就像一个讯息中心 所以他可能就那这种甘马店 其实在台北市很多区域是不存在的 对刚才可能在万华 这些比较老旧的区域其实还在 还是有那个文理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透过这个过程里面去找到 有没有人在找房子 我会说这种 那这个讯息其实对于就是我们就可以透过 而且我们会 就像我们加入协力联盟会希望说 大家一起帮我们把这个网打开 那比如说搜寻到一笔资料之后 其实我们就是透过社工 这边会慢慢就会打电话去给房东 说因为弱势族群要居住最基本的 其实通常会有卡到两罐 一个就是入户籍 因为户籍要进到 那个当地才会有些相关的户籍 那第二个就是零补贴 租金补贴这样子 那这两个部分其实也是房东 比较不愿意接受的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资讯进来之后 社工会先做一个 就是先跟房东做一个访谈 对就可能跟他聊一聊啊 说服他 然后甚至有一些 就是让老房东的那个观念 可能让他知道说 可能那个税的增加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多 就慢慢的沟通 就是让那个一样 就让新资讯进入老房东的脑子里 那或许他的那个担心疑虑也会降低 那也会增加后面那个 弱势者居住的 住进去的可能这样子 对 你们这样花会花很多时间跟房东沟通吗 那后续 他们如果接受的话 你们有碰过后续有纠纷的吗 有啊 其实很多啊 比如特别我们社工其实有时候 像我发现他们的那个 有时候 我们看其他单位的社工 有时候就是可能对于房东的那个接触经验不足 是 然后可能一开始房东都妈说好好好 然后后来租进去的时候可能隔天就说 你把那个阿伯带走啦 他怎样怎样 就是他可能 那个社工可能跟在自己本身也没有住屋经验 那可能跟房东也没有讲清楚 或者说把房东的某一些 没有把房东的一些疑虑彻底的放下来 那所以 会没何就住进去之后 发现房东对于那个可能他自己的那些成见根本没有消失 所以就就会反而把压力丢给房丢给社工说 哎这个跟我可能你讲的都不一样这样子 对那这个都还只是很 就是蛮常见 可是其实这根本就是只是一种观念上面的纠纷这样子 对那你说实际上我们常会 房东常会跟我说 那个什么低收入户啊 或老人家会不会欠租 我们发现其实 特别是老人家欠租比例很低 对因为他没有什么活动力 他其实比如说八号 我们因为社工在媒合也不是说 他完全没有付租的能力 我们还是把他配给这个房东 我们也是会评估 社工也是本着良心的 我们不会想要让房东为难 对所以我们会评估说 他有没有稳定付租的能力 那通常比如说他有零有补助 那八号补助进来之后 其实他就是把那个该付的钱付一付 他自己本身 比如说老人家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活动能力 他也不会去上网采购啊什么的 所以他其实费用相对于 稳定 对很稳定的付租 就是支出不多啦 对对对 那其实他原则上就是 你可能就照应一下 比如说你帮他链接居服 或者说一些什么是志工的仿式这样子 那有时候房东会发现 还不错啊 就常常有人来看这个老人家 就跟他原本想象的担心 其实就比较 因为他就想说 那是出什么事情我要怎么办 对他就发现 其实他旁边有个网络 在那边支持着他这样子 不过还是要 就变成说你们这边 要花很多的心力在 顾这个算是这个个案吧 我们也是透过跟几个团体 因为吹花不会演 我们做街友做的没有盲草信号 做妇女没有利心号 可是我们可以做房东 我们的工作 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 面向房东这件事情 对因为大家没有跟房东互动的经验 或者说房东遇到一些纠纷的时候 那我有律师可以协助他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分工蛮好的 可能我不是在全力照顾个案 对我可能就就他居住需求 这一块先帮他满足 那后续其实我们会搭配着 比如说盲草信 他们有做街友的资历辅导 对那或是其他家庭 或是妇女的团体 他们做个案服务 会做得比我们扎实更好 对那他们做个案 房客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去开发 努力的把房东的这个 这个这个担心给降下来 然后把那个可能 房东接受机会打开这样子 我觉得崔妈妈这个策略 非常的成功 因为其实房东那一端 大概不是一般的社服单位 有有那个能力吧 因为毕竟真的是没有经验 对那我们对服务个案 那当然都是各自的个案 都可以有很好的服务 可是其实我们大概 所有的个案都有居住的需求 对那你要要比如说 要我们的社工去去跟房东谈 他大概真的是不太知道怎么谈 反而是你们在这一方面的经验 就会很丰富 抹黑客这个节目 所在的场地是 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 我们的名字好长 那我们在台北市的万华区 康定路64号5楼 离西门捷运站很近 除了办公室之外 我们有一个多功能的空间 我们里面有电脑 但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现在所在地的录音室 其实我们都会欢迎说 如果有需要 不一样的族群议题 希望可以推广 但是暂时找不到场地 或者是希望有一个 更方便的场地的话 都可以欢迎来使用我们的空间 只要先跟我们预约就行了 那当然录音空间的部分呢 也是可以 如果需要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联络 对来跟我们预约 那到时候我们就会 来跟你说明 我们的使用的方法 粉砖麻烦搜寻 有声书学会 IG就是我个人的IG 就是抹黑客木炭就可以找到我们 对那个黑黑的那个 黑黑的木炭 多了 所以崔妈妈的主要在租屋的服务 就是台北还是双北呢 其实应该是双北 对就是原则上我们主要 因为我们办公室 其实就只有一个办公室 就是在台北市这样子 那我们其实在 就我们能够 社工能够直接服务的能量 就是双北这样子 对 其实我刚才有点惊讶 因为刚刚我以为说 10级位伙伴吗 我以为你们大概有几百位伙伴 你们的事情 刚刚那段是不是需要逼掉 我没有人家真的没有 不过真的很多 三位社工要服务这么多人 其实是很辛苦的 其实所以我们其实 应该说我们也是 在整个服务的过程里面 慢慢摸索 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没有那么清晰 就也是想说 应该要做好个案 应该说我们也提供 像社工有一部分 出来去开发房东 因为有时候开发房东 这件事情社工也会 也不是所有的社工都能接受 因为他觉得 这不是业务的工作 为什么我是社工 对啊 对啊 那其实也是因为 我觉得那也是要 刚好遇到合适的人 对 那以及他也知道 我们这个脉络 那其实在早几年 我们其实社工还是蛮专注 在做所谓的个案的工作 那我们个案的部分 其实包含 的确我们有一些像陪同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 社工常跟我讲 就是他陪同也是市长者去看房子 对 那市长者其实多数 有时候他有就业的能力 其实他不会有租金的问题 是 可是他没有人陪他去看房子 对 然后就社工陪他去看 他就发现说 他自己觉得看 就是自己透过那个探索摸的方式 他就觉得很不错 可是我们社工出来之后 就又跟他讲说 其实没有 那边有一大堆垃圾这样子 就是房都不会告诉他 可是必须透过另外一双眼睛 跟他陈述 那种居住的空间 对 那像这个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是 我们搬家的服务之外 我们 其实社工还有一个蛮辛苦 就是他可能要看 如果这个案主 他有需要陪同搬家 所谓的陪同就是他可能老人家 还有一大堆的杂物 他连打包什么都很困难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会介入 就可能帮他 不可能找搬家工才帮他包 那很贵 虽然他们都可以 现在的服务很精进 可是都是钱啊 对 就是你要多精致都有 有钱拿出来就是了 那我们 比如说弱势家 不太可能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 在之前我们就结合了 也是万华这边的资源 就跟阿德他们合作 对 他就是帮 也引进一些 就是街友的朋友 然后一起去帮忙 这样很赞啊 这样老人生万事务吗 对 然后一起去帮老人家 把房子整理好 然后可能把一些多的东西 再转给那个社区 反正是另外一个团体 让他们做二手 二手的 因为这边其实物资需求 物资需求很大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议题 就是有一点 就对租屋这个有点印象 我之前有看那个 盲扫兴的社工书的那个 你不伸手 他在这边 他会在这边躺多久 那一个 我对这个故事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们安排 就无家者租屋嘛 那房东也是很老的人 结果呢 那无家者可能 因为一些原因 没有缴租金 那那个房东 就打电话给社工嘛 他就说到说 那房东年纪很大 然后出门领钱很不方便 他每个月就要等那个租金 他好不容易走走走走 走到邮局 结果 刷本子 对刷本子没刷到 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打电话给那个社工 我那时候对于 我觉得他里面讲的一句话 真的有打中我 他说这是弱弱相残 就是房东其实 我们可能都有点忘记 其实房东也是有可能是弱势者的 对 可是很多人好像会忽略掉这一块 所以刚刚其实在听维鱼的分享 也想到其实我们在 看就是崔妈妈这边的网站的时候 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大部分的人 像刚刚讲到就是 很多年轻人租屋没有经验 他不知道 像我们之前有听到那个张淑金 那个房东嘛 他是二房东嘛 所以大家其实对于房东就是觉得 你就是吸血 坏人 对 你就坏人 你就是 你就是在这种疫情艰困的时间 你还提高房租 对 然后你躺着转 包租婆 包租工 可是其实我们好像有点忘记说 其实maybe有些房东 他真的也是弱势 是啊 对 尤其是像刚刚提到这一块 所以 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会当初会在你们的服务里面 像你们就有一个租屋建检 而且你们的网站进去的时候 其实会有两个提示 就一个是给房客的提示 租屋的提示 一个是给房东的一个说明 像如果你们想到房东这一块是有什么契机吗 其实房东的应该说租屋建检那一块也是 比较是对应着我们要成立社会企业 蝸牛那个时候开始的 对那必须说我们已经不是591 591大概就是他的讯息量很多 所以房东会自己上门 那我们后来就发现 的确在我们手上的 就是都还是老房东居多 他可能就是习惯打电话来说 张小姐我的资料更新 我现在还要再出租这样子 就这个是他们习惯操作 你叫他去网路上重新登记591 那对他也太难了 那也因为我们发现说 这些老房东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房子的卖向 通常就是上了591 只是注定滞销而已 对然后而且他的房子的状况 可能他在定价上面 或者是他在展现自己的优势的时候 他可能比较没有概念 房东房就是这样走啊 一直都是这样 我十几二十年都这样操作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发现说 这群老房东的确也需要一些协助 所以我们也为了要说 就是打开另外就是社会企业 这一个服务的模式 所以就想说我们到你的府上 然后帮你看一下 就透过因为他的操作模式不再只是资讯 他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房屋的专业 我可能要帮你拍照 怎么拍就才能跟那个帮着网美照一样 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包含可能要建议你 这个东西你可能花一点钱去修一修 那工班的部分 或许我可以建议你 我们自己是还没有养成工班 可是可能可以建议你 一样一些NGO组织 他可能也有工班可以协助这样子 那就是让老房东的误解 因为老房东有一个困难 的确你刚刚讲的我也觉得蛮感动 就是很多老房东其实他也很弱失 唯一的收入就是靠这一点点的住进 在过生活 对所以每次遇到这种 我们也会觉得说 按足夺欠租我们也就是 就是该怎么办 我们就绝对不会 我们就会请律师这边 就是协助 协助房东要去处立这样子 不会让房东就是 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的确老房东也会 就是他需要帮忙 就是他需要有人帮他 把房子打扮得好一点 让他这个租金收入 其实是可以维持的这样子 对那包含如果他愿意的话 就那时候其实是希望说 他房子整理好 那可能以后只要去负责刷本子就好了 那你不用防客什么漏水啊 马桶不通 你不用自己在那边再走过去 你可能可以委托给我们的蝸牛 这样去做代管 对那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是说基于 当然也是从需求出发 那你会觉得说这可以成为一个 就是营运的模式这样子 那你像你们的那个蝸牛社会企业啊 以及你们目前的就是基金会的服务 虽然说是分开嘛 对 可是看起来它应该是一个 一连串的一个服务的过程 比如说你们的社工 接触了这样子的个案 跟房东媒合之后 是不是后面就是交给这个 蝸牛的社会企业来做 我们之前的分工比较是 蝸牛那边会更主力 因为他们要开发物件 就是开发各种的物源 对那我们会 因为他们有比较更专业的业务能力 那以及他们的范围比较广 他可以接受 比如说两三万的这种物件 因为那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市场嘛 这样子 那他可能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 他觉得这个物件 其实租金相对比较合力 他其实我们的合作方式 是他会问我们社工 这个物件有没有案主要住 对那他可能会优先 就是他也知道 案主可能需要入户籍 需要租金补贴 所以他们会先 也会先简单先问过 那这些条件如果都OK 租金也觉得还不错 区位也不至于太偏僻这些的 其实他就会先问社工 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像 社工春帅社工这边接到 有时候我们刚好手上 因为有时候房子也不是说 时间时机点 如果刚好这个区域没有人需求 我们自己手上没有办法美合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跑出来 就我们在 热爱群组里面 组一个红单特殊队 或者说我们去像 万华协力联盟 居住小协力 其实就是希望说 这个资源可以再分享出来 那我手上的案主 可能暂时没有需求 可是我们可能可以问 其他的社团 其他的团体 有没有人 现在有案主在找房子的 那这物件不错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在 自己内部的合作比较是 房东端会是由他们这边协助 那或者说他们自己本身 因为现在有台北市的社会住宅 包租代管 就是用城坚民间房子的方式 在作为社会住宅这样子 那他有40%要保留给弱势户 那这个其实像弱势户的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可能是社府专业 可是又另外一个专业是 业务不懂那个弱势者的样貌 对 所以他们有时候其实在 就处于一些访客的时候 遇到一些困难 他们也就是我们光流的同事 也会回头来 就是在跟我们的社工这边 做讨论这样子 对 你们最常碰到的纠纷 是什么状况 应该说我们没有特别去区分 是一般还是弱势户 然后其实一般最常遇到的就是 其实通常是押租金返还 就是说那个就是算总账的时候 有没有我要搬走了 从前的所有的模糊跟不清楚 终于要弹开来一次解决了 所以就是我会变成说 你怎么可以把我的马桶弄坏 所以我要扣你多少钱 你这个房子弄那么脏 所以那个就是在那个解约 就是租金 租约终止跟那个押租金要返还的时候 其实通常都是各种问题 爆发的时间点这样子 那修缮也是 因为台北 台湾的房子太烂了 就是漏损的问题 其实很常见 所以其实修缮的争端 也常常就是 就是主要三大吧 就是住约终止 押租金返还 跟修缮的问题这样子 你们会给予的帮助会到哪里 像刚刚讲到的法律咨询吗 可是法律咨询 也就是到咨询 我们其实会咨询 然后咨询当然就是 最低成本的嘛 也是义务的 然后其实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提供调解 协商跟调解 就是那个是比较进一步 比如说房东房客 你们双方可能可以到最后这边来 那我们就律师作为中间 中间的一个沟通的第三方这样子 那协助你们两方去 撮合你们的需求 应该有个诉求 对 通常就是应该都是彼此各有主张 那希望你们的主张能够达成共识 那这样两方面都拿到你们觉得可以接受的条件 这样是最好 所以我们其实进一步有 因为我们虽然也是一个所谓消费者保护团体 所以我们可以做协商 协商调解 那其实这个部分之外 其实像诉讼 那个我们就没有做 通常进到诉讼 因为诉讼通常就是你会委托律师 那就交给你委托的专业去处理就好了 对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更NGO的精神 就是我们毕竟就是一个居住 我们虽然一直做很多服务工作 可是其实我们一直都在 因为居住领域的倡议工作的也不多 就大概两个吧 一个就是HRSS 对 那HRSS就是另外它一直走的是 比较是政策倡议那个路线 然后我们就是从1989年一起出生的 我们都说姐妹吧 还是兄弟啊 随便说 对 反正就是我们两个团体一直互相协助 是 那到最近像我们前一阵子开了个天龙房屋 是 遮遮的募款 对对对 那我们就是一直在做居住 因为像我们除了提供服务 我们也希望说 其实法令还有很多不足 是 那观念 就是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整个法规跟政策上面 政策面的改变 才能够大幅的改变 否则你一直是做单点单点单点的努力 其实那个真的很 效益会比较慢 而且也蛮累的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是一个政策的导引 导向一个比较 对民众比较有利的方向 其实那个整个改变会更全面性这样子 那你们在倡议的过程里面 觉得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当然就是政府 是政府吗 那民众呢 其实民众我觉得大部分的民众都比较 应该说 其实像这一次我们自己开电容房 我觉得我们在罗斯福天龙区 搞了一个假仲介 有 我有看到照片 对 还蛮多人真的走进去要买房子 我想就习惯 持久这么大吗 对 钱这么多 那你到底看上了哪一个物件 怎么会想要买呢 我们都写成这样 你不要买 对 好 然后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其实我们也有去 就因为其实整个营运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那其实门是都开着 那我们自己也有去顾点 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觉得说 其实居住这个议题 真的是人人相关 而且其实你会发现跨年龄层 不管今天 而且不只他 他可能今天有房子没房子 然后有钱没钱 其实大家对于房价这件事情 其实是蛮有感的 是 对 那只是说大家就会觉得 有时候就会有一些风凉 就会觉得说 啊 没效啦 那些不容易改变啊 政客身上 手上 政府官员手上的房子 都一堆啦 他们怎么可能 就是 那可是我觉得 那个是多数人的心态啦 应该说我们 还是会觉得说 还是要去努力 对 有努力 有改变这样子 那我觉得他们并不是放弃 并不是觉得不需要改变 只是说他们可能对于 改变这件事情的参与度 没有那么高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没关系 就可以由 吹妈妈这边 然后就是慢慢的从 因为我觉得我们 还尤其特别像 最近跟万华互动 我会发现说 其实 我自己的感觉 会觉得其实吹妈妈 还蛮 蛮特别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一直跟政府部门 因为居住领域 可能关注的真的不多啦 对 那所以 其实我们一直跟政府单位 有维持一个 还蛮畅通的沟通 有时候就算基于选举 他可能要喊喊居住正义的口号 他也需要有一些素材 有一些理念的要灌输进去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会 我觉得是我们能够 蛮能发挥的这样子 所以其实像之前我们在万华协力 居住小协力的时候 就是有去想说 就是邀请大家一起去 那时候想要在社会住宅推 那个NGO嘛 NGO成出社会住宅这个想法 那也是邀请大家一起去参加 去拜会发展局 特别是发展局 那我就发现 团体们其实大家都蛮 蛮兴奋的 就是通常都会觉得 其实就是这个可能是 每个领域发展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面向不太一样 那我们比较容易从 政策或政府单位这个部分下手 那大家的专场比较是做 直接服务 对对对 那当然我可以做一个搭配 我觉得这样其实蛮好 那我自己觉得 其实这个 如果这个我们这样的组合做得好 其实政府单位 他们通常应该说真的 就是有你整个都想好 他也就是守存嘛 对啊对来讲 他们不会觉得那么麻烦 对对对 他也觉得 我们这样讲政府坏话 对对对 他就大家都好这样子 对啊 所以看起来 崔妈妈跟万华协力联盟 这样子的合作 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 算典范吧 因为 其实因为我们自己在万华 我们就有感觉 万华是一些联盟 他的确是在台北市属于蛮难得见到的一个NPO组成的特色 再加上当然因为万华区他也有他的一些地理特色嘛 那这么多的NPO在这边 崔妈妈也进来 像你们这样子跟万华社区协力联盟合作的经验 会不会有机会也会推展到台北市其他地方 其实我们有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因为包含像受NGO成出社宅 然后我们也在想说除了万华有社宅 台北市其他区域有社宅 可是我们找不到类似万华协力联盟这样子 这么盛盟有力的这种研究团体的组织 因为那个只靠我们一个 而且我们说真的我们也不是万华在地 你们开会都是可以就直接这样子 就步行回去 我们通常就我们其实在大安区啦 对那所以其实那个地缘关系没有那么的直接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好 其实比较是我们占便宜啦 就你们就是整个万华协力联盟 已经整个已经运作十几十几年了这样子 所以他的整个网络其实是很好 那我们只是因为刚好大家有居住的需求 所以拉出来 那我们自己真的有努力的在想 包含像一些 一样会有比较就是弱势族群聚 像包含我们最近跟社会住宅推动联盟的同事也在想 像那个什么广池 就是有另外一个社会住宅 有有有 因为我没有去标 不要这样嘛 深深的 没有标到 没有标什么 那就是他其实他其实有一层要做那个市甄虫 对他那边除了有社会住宅 那他还有一个区就是专门给社服单位进去的 有老人啦 有生障啊 其中有一个是市障生活重建中心嘛 社会局应该有听到 不他好像 这个专门台北市的趋势吗 就是一栋一栋的这样子一个园区 应该说广池他的空间特别大 就我所知是因为他本身的那个 他已经到什么福利园区 类似这个概念吧 对对对 因为他的基地很大 所以他可以做的这种相对比较多 对 那我们也是想说 为什么会选择 又讲到广池 就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条件 那想说有没有可能 一样我们也是在 除了你去标 那个 那个其中的他已经社会局适数的空间之外 其实民间组织 我有一些案组可能住进去 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 服务案组的过程里面 我也服务其他组户 对那可是这个毕竟不是 村妈一个团体可以去做得了 还是需要结合各地 就是尤其是在地的 那我们也有想要把这个概念去做复制 所以最近有在 还是有在努力啦 因为还是要跟各个社会团体谈 可是目前就是还没有像万华这么 就是已经自己已经这么具足的 对 已经能量这么好的一个 确实我觉得 为什么NPO野心都那么大 因为NPO想做的事情很多 对对对 一个是问题太多 然后有一群人 他就是这么热情的 想要去帮忙解决问题 我每次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也是全国性组织 然后我们去年去了很多地方 去很多地方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然后我们就会想要再去更多地方 可是今年在整理专案的时候 我都在自我回来 我就想为什么要把自己逼成这样 真的好累喔 可是又会没有办法放下 像居住这个议题 我自己会 尤其像我这个年纪 然后我刚好录音的这一天 台湾同情第一品牌 他们刚好讲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们说 过年你要怎么样赌长辈的嘴 因为长辈就会问说 你考什么学校啊 你接下来做什么 他们就会觉得很烦 他们说 他们最后找到一个 我想应该很多听众我听到 他们最后找到结论就是 赌长辈的嘴就是说 我接下来要买房 他就说因为这样子 没有人能问得下去 真厉害 对 真厉害 然后不敢问了 我在刚刚聊天的过程 其实我昨天听到那集 我觉得很好笑啦 就很有创意 可是其实在刚刚聊的过程 我可以感觉到 他其实包含的是一个 我这个年代 对于买房这件事的无力感 我觉得其实应该说 我们长期对于居住这件事情的想象 除了买卖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房价太高 可是我觉得相对应 就是从春花这边去看的话 就是整个住屋太不稳定 对 那特别是我们自己做 就是我们同事都是穷人 基本上你说真的 大家能够买房子的比例很低 对 然后可是我们也看过太多 就会发现说 租房子这件事情也太不稳定 对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说 我们一直也在这个困境里面 发现自己存在的必要性 就至少希望 让居住不要只有买房子这个选项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有很多是迫于不得已 是 因为我不想要再搬家了 对 我不想要就是 每一次漏水的问题 还要去拜托房东干嘛干嘛的 啰啰嗦嗦的这样子 我想要打造自己的环境这样子 所以其实因为租房子这件事情 太不稳定了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可能从整个 就是你要让大家居住稳定这件事情 其实从买房子到租房子 到包含像社会住宅这件事情 特别是很多老人 就台湾又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我们以后也会老 因为我自己就会觉得 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要买房子这件事情 可是我会觉得我需要 因为我现在去看那些老人家 70几岁还要去跟房东谈 然后要遭受房东的一些质疑 我觉得那真的很受伤 所以我会因为这一点 就我目前看到的台湾 他需要一个 他还是需要买房子 才能够不会被嫌弃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个会让我想要 我必须就算咬着牙 好像也还是要去出 这种群众压力 对 可是除了 除了这一个这样方法之后 我觉得我们也没放弃 就还是希望说 至少租房子这件事情 或社会住宅这件事情 能够同步 在我们能够努力的过 的这段时间 一起努力 让这个环境 这个状态改善 对 那或许有一天 我们老板常在讲 搞不好他就是为了 他就是有时候 我们在努力的经营 像这几年 我们一直瞧像是 老人家的居住的问题 对 那他自己都说 他觉得这比较像自肥 就是说他觉得 他其实在为自己的未来 打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这样子 那我觉得那就是 基于需求 基于每一个人生活的需求 这样子 每一个人生活的需求 对 而且我觉得 刚刚瑋瑜讲到一个 很让我 这个自己感觉很深 因为真的觉得租屋者 他要的真的是一个 叫做尊严吧 因为租屋的人 总是会觉得 我自己低人一等 因为有房东在上 对不对 因此我在这个房子的 很多的处理 我很想要成为一个 自己的一个家 可是因为受限了很多房东 他的要求 我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所以永远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就像你们那个 蝸牛的那个 的那个一样 就是你永远像是一个 寄人篱下的人 对确实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 崔妈妈付出了 好多年的努力 能够让我们在台湾 到现在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改变 对啊 那种感觉 虽然脸书在那边 常常有的说 30年来也没什么改变 不会 应该说改变 我们应该要跟他喊话一下 改变本来就不容易 因为不容易所以要继续坚持下去 没错 如果那么容易 那就说真的就 也不敲我们了啦 没有错 没有错 容易的事情从来不是NPO要做 对对对 赚钱也不容易 所以NPO也怕赚钱 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对 谢谢陈妈妈的鲑鱼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本系列节目录音设备 仍然由郑城集团赞助 有声书学会 与万华社区协力联盟 共同制作 藏进人后制 有声书学会 以科技服务施葬者的NP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